我有个想法就是说 过得太快乐的人 其实 创作不出好东西 可以想想有昆凌之后的周杰伦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后面的歌不好 不是说你不要笑太过分 后面歌也很好 高白气球很好 但只是说以前的歌我更喜欢 我是周杰伦铁粉 我是那种会买预购 有那个扑克牌的那种 运动员他可能跑百米 那你问他说 你比赛的时候会紧张吗 其实还好 因为我平常训练就是这个样子 设定好怎么跑 真的不会给我太大的快乐 所以我之前其实有看过一段 扎在我心里 台上那个人讲的东西 他听了有共鸣 有被了解 这个感觉很好 我好想要做台上那个人 但是当他做了台上那个人之外 他就发现你要把这些东西 写成段子 你必须把自己抽离 所以你在演很大场的时候 是几千个人 几万个人 他们有被了解的感觉 唯独台上那个人 是孤单到不行 可是餐厅秀 以前我们餐厅秀有一个问题 他花钱来吃牛排吃东西 来看你表演 他不会跟你互动 好笑他就笑了 曾经有一个尴尬的偶像歌手 在台上唱歌 唱完之后 各位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你知道吗 我最近发了一张唱片 你们知道什么唱片 专辑名称 你举手我就送他 大家就看他 好 这样好了 你们举手就有了 就这么前面 吃牛排的地方 整排 没有办法你举手 对啊 忙啊 切牛排啊 没有办法他都 趁热吃 可是他已经讲了 你尴尬怎么办 那怎么办 反正那这位先生我送给你 你知道餐厅秀就这么残酷 很多人有名舞台剧的人 已经是私自被人 因为当时讨教的餐厅秀 进去也一档 从此他就生病 他就再也没来过 我觉得喜剧园 我们在找材料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在 大家都觉得正常的地方 找到哪里怪怪 来借题发挥 所以我觉得喜剧园本质上 都是非常 高敏感的人 我觉得大家的杏仁和 应该是高度活跃的 对 喜剧园喜欢装作一副 没有 我不care 我不是 酸民留言我不会在乎什么的 没有 每个人都在乎的妖妹 别再装了 你会怎么样去对网友留言 我都会存起来 我会截图放在我的手机 为什么你要这样 你表示有忧郁症吗 我喜欢伤害自己 我有个想法就是说 过得太快乐的人 其实创作不出好东西 可以想想有昆凌之后的周杰伦 我不是说后面的歌不好 不是说你不要笑太过分 后面歌也很好 高白气球很好 但只是说以前的歌 我更喜欢 我是周杰伦铁粉 我是那种会买预购 有那个扑克牌的那种